我对火影VS系列这些手办已经没什么要求了 只要不丑就行 但是不丑他也做不到 今天和各位一起看的是由眼镜厂 2023年3月发售的 火影忍者VS系列迪达拉 手办高度在20厘米左右 这个造型实在还是别扭 似曾空不曾空的 真太瘦 先来看面雕 兄弟们这个脸真的是 哎呀太丑了 无论从脸型神态气质上 真的一点都不像 腮帮子宽嘴形大 感觉好油腻啊 不合处理才可以 这个漆面还挺有金属质感的 可怕是真的要命 几乎没有什么可限 这不就是一顶黄色安全帽吗 这种操作真的就是明目张揽的互动事 上面那个辫子就是糊成了一坨 又不是说做不出好作品 你就偏偏搞一个工业垃圾 手型的塑料感 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学校门口的塑料玩具 整个衣服上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块大塑料 没有底色上色 没有阴影修饰 也没有任何木具细节 动态感也一般 想表达什么根本不清晰 手臂拼接树的缝隙实在太明显了 变形金刚嘛 裤子上既次滑又干净 啥修饰都没有 脚型表达挺清楚 没想到全场最佳的是脚趾 从你来说 这又是一个纯纯的壁垒视频 兄弟们就看看乐吧 真的非常不推荐 最后感谢你的时间 我们下个视频见